我要向你郑重地推荐一本今天电子书频道上线的新书 82岁的杨本芬新锦出版的他的第三本小说《我本芬芳》 如同之前他在岳府文化的另外两本书《秋元》和《浮沐》一样 都是那么既轻盈又深切,直抵肺腑 好像是一声叹息 到底该怎么称呼杨本芬呢? 从年纪上讲,我刚才读到这本书的年轻编辑信宁宁的手记 他是称杨本芬为奶奶的 而我这个年纪的人可能叫他大姨或者大姑更合适 他生于1940年,比我的父母年长一些 就这几岁的差别,在激流一样的历史里就会隔开很多的命运 比如我父亲因为早生了几年而上了大学 而我的母亲,我的四叔就差了那么三四年 成了无缘高考的老三界 在《杨本芬》这本几乎是自传的小说里 女主人公陈慧才也因为生不逢时 屡屡与学习工作失之交臂 每次总是差那一点点契机 他一辈子的志向就是读书 在学校里是有名的好学生 因为天表的时候老实地写了旧官吏的家庭出身 临毕业前三个月被独自下放到了农村 不满二十岁就草草嫁给了一个只有庶面之缘的乡镇医生 因为对方答应要送他接着读书 从此开启了一场长达六十年的非常不如意的婚姻 这就是这本我本芬芳所写的故事 他在这本书里讲的是 自己人生中的漫长不幸都来源于和这段婚姻的捆绑 可是女性的大部分称谓又都是和婚姻捆绑在一起的 我想来想去只好端端正正的读他的名字 杨本芬 他十几年来的写作记录和回忆 也是要为他的母亲为他自己留下独立的名字 从身份上来讲我也没有找到更好的称谓 他出了三本很有影响读者评价很高的书 当然是足以称为作家了 可是你读过他的书就知道 他的写作又分明有一种大于职业大于文字的力量 那是一种积蓄在生活内部的汹涌直出的力量 让我们没法用课版的小说标准去衡量 他也不需要去担心抒情和语言的尺度问题 在他六十来岁的时候 八十九岁的母亲梁秋芳去世 他在自序里说 如果没人记下一些事情 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将迅速被抹去 这些普通人的经历不写出来 就注定会被深埋 他的母亲毕生苦难 最后在棉袄口袋里留下了一张纸条 隶属自己一辈子飘零的经历 最后说 一生尝尽酸甜苦辣 终落得如此下场 杨本芬毕竟要幸运一些 可以拿起笔来解这道命运的谜题 我是从哪里来的 我又到底是谁 他的解答还有一番历史价值 古连老师在读完秋元的时候说 这是一个口述历史 没有人物浮光 没有设计 没有转场 就是真实的人生 死了一个人 对于作者来说 不是长输一口气 终于终结了人物和情节线 而是真实的生活里少了一个依托 只是另一段需要独立面对的人生的开始 生活大于写作 就是这个意思 历史就像一颗扔进水里的石头 距离我们越近的波纹 看起来越波澜壮阔 对我们的生活触动也就越大 所以近代史才显得尤为重要 哪怕我们只不过是生活在了一个平庸的年代里 史学家们在做近代历史研究的时候 有一项重要的工作 是搜集和寻访普通人的口述历史 这是一个窗口期相当短 相当迫切的工作 一段近在眼前 好像众所周知的事件 平常到处都是材料 可是几十年后 这一代人过去了 事件的真实面目就会彻底消亡 当记录缺失的时候 又岂止是个人会被深埋 后人读再多的书面材料 都未必能够复现 口述历史那种窃进的真实感 最能反映生活和风俗原貌的口述历史 往往不是身在政治文化事件中心的人物 他们的经历 是和那本厚重的大历史互相印证用的 更窃进的是像杨本芬 以及和他年龄相仿的江苏梅 所写下的个人回忆 学术界也把这种写作称为 是新媒体时代的公共史学 公共的含义 是个体在公共空间下 共享历史话语权和表达权 按照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的名言所说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所以我也说不清 他到底是小说家 还是一位口述历史的讲者 好在他的书名就是在提醒 我本芬芳 我叫杨本芬 我本芬芳 这句话也是一声叹息 因为后面会很自然地跟着一个奈何 奈何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段60年的所谓钻石婚 那也是两个悲惨孤独的人在彼此折磨 杨本芬在秋原里讲了他的母亲的故事 在扶墓里讲了他的家人和乡亲们的故事 这一次该原原本本地讲自己的婚姻和生活了 80岁的杨本芬依旧优雅 是那种很好看的老奶奶 我们可以想见60年前的她是多么灵秀的少女 小说里的慧才也一再地悲叹 自己的青春和美丽都在这种日子里被折磨掉了 我不是女性也从来没有美过 只能勉强地猜测她的痛苦 我下面不提作者杨本芬 只说书里的内容 整本书里慧才只用丈夫的姓氏称呼她为吕 这明显是一种冷淡和疏远的埋怨 仓促结婚的时候 慧才无家可归 她的爸爸在湖南老家饿死了 哥哥被打成了黑帮 母亲带着弟弟在外逃难 她被下放的地方 是个在瘟疫里死掉了一半人的村子 她对这个吕一无所知 只是喜欢她的长相 知道她的出身和自己一样的不好 想着以后要夫妻两个有难同当 有福共享 这本七万多字的小说 你很快就能看完 我下面也不按慧才的讲述顺序 给你分别说一说男女双方的视角 结婚以后 慧才发现 吕完全是一块冰冷的不可理喻的石头 他从来不会说一句关心分寸的话 也从来不会做一丁点的家务 慧才在下方地住的这间屋子里 死过很多人 而吕每星期只来看他一次 还不过夜就走 说是医院里有事 慧才怀孕的时候特别想吃豆腐 盼着吕为他买几块 过了一个星期 吕给他买回来了四块豆腐 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激 因为这是结婚以来 吕特意为他做的第一件事 慧才生第一胎的时候 筋疲力尽地折腾了几天 晚上求吕睡在自己的脚头照顾一下自己 吕说我怕血腥味 再说也不能搞得你娇生惯养 他还没有为慧才接生的医生 在乎他的死活 慧才养的兔子被人偷了 他隔着门听到有贼 但是不敢开门 吕这一次倒是反人激烈 质问他 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好人怎么会怕贼 到了半夜又坐起来追问他 好人怎么会怕贼 你怎么就不敢开门 吕身上还有很多慧才难以理解的地方 他不抽烟 不喝酒 不打骂慧才和孩子 也不和其他的女人搞暧昧 然而对家人就是完全没有体贴和爱护 两个人的每次争吵都毫无结果 当慧才哭着说 想不到你会对我不好的时候 吕二话不说把腿就走 就算是慧才哭死了 他也不会多说一句话 然而对外面形形色色的人 吕都会尽量的去帮助和庇护 唯独对妻子儿女不闻不问 他在家里招待下乡的时候 结识的农民朋友 用全家几个月的肉票买了肉 和过年的时候留下来的墨鱼 炖了一大锅 说乡下人平时没东西吃 这次就让他们吃个足 然而慧才一打听 他们自己的女儿什么都没吃 连汤都没喝一口 埋怨说 怪不得人人都喜欢你 你也喜欢别人 慧才恨透了婚姻 更害怕婚姻 一有机会就赶紧击炸了 二十多年就这么过去了 慧才和吕的三个孩子 陆续地考上了大学 吕为了孩子筹措学费的时候 变得开始像一个父亲了 后来他又生了一场疾病 在病中显得很温顺 让慧才觉得 他的脾气可能会变得好一些 等到两个人都进入了冒蝶之年 儿孙绕西的时候 慧才问吕 再过几个月 你八十八了 我也八十一了 假如真有下辈子 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吕清清楚楚地说 不愿意 慧才终于知道 这六十年的婚姻 他们两个人都没能获得幸福 都是各有各的伤痛 他原本以为 悲惨孤独的人是更容易相爱的 很多读者都说 这本书让人气闷 觉得慧才早就应该带着孩子 离开这个旅 我听过一种抱怨 也实在不能说没道理 我们中国人似乎太在乎状态的维持了 又太忽视这种状态本身的质量了 好死不如赖活着 但是人为什么只能赖活着 宁钗石座庙不破一门婚 可好多的婚姻都在分明地折磨着每一个人 难道非如此不可吗 读者们恨这个吕 搞不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有什么样的动机 但是他们又从吕的身上 见到了自己的爷爷和老爷的影子 他们对外人很好 对孙子们很疼爱 唯独是对自己的妻子近乎残忍 那么他好像就是那个时期 某一类男人的典型了 这又是为什么 我们来收集一下这本书里 给出的有关吕的信息 吕怕血腥 爱说活命最重要 吕对亲情很冷漠 连吵架这种沟通都不会 他对外人却表现得很关心 证明并不是所谓的没有情商 吕对家庭生活无感 完全不负担家务 但是会对一些无关紧要的活迹 倾注巨大的热情 比如他爱种菜 整出来的菜土像是一本书一样 有棱有角 还会花很长的时间自我欣赏 种出来的菜家里根本吃不完 只能送人 他自己花钱大手大脚 有的时候又表现得很吝啬 可是了解了他的经历以后 就没那么奇怪了 屡在两岁多的时候 被送给了有一些田产的养父母 解放以后 养父母跳进村里的食堂自杀了 而同村的亲生父母怕受连累 拒绝收留他 只给了他一缸子米 抗美援朝的时候 村干部把他的年龄改大了两岁 替他报了名 他也巴不得去 反正整个村子都和他无关 幸运的是 战争在他这批新兵 即将开拔的时候结束了 他因为之前读过一年高中 被部队送去了北京学医 退伍以后成了县医院的大夫 但是他在部队里染上了肺结核 那一度是绝症 所以他总是念到活命最重要 那么很明显 在童年和少年时代 屡因为创伤而关闭了情感通道 成年以后 他依旧拒绝和亲生父母来往 会才是背着他 独自去屡的老家任门探亲的 屡对童年家庭的憎恨 很容易转化成对自己家庭的冷漠 他也根本就不知道 怎么处理家庭关系 他对家庭中的亲密关系 一直是陌生的戒备的 也许他内在的很多东西 都是一直没有长大的 会才觉得 屡一直没有改变 当贪身汉的花钱方式 他追求体面 爱吃零食 爱为同事花钱 很可能家庭生活 打乱了他原来的自我认知 他是在军队 在医院的集体生活里 获得的安顿感 他对自己的设定 是一个梁山好汉式的社会人 在家没有父母 出门全靠朋友 他所追求的是 外界对自己的承认和尊敬 虽然在名义上是一家之主 但是他不知道 怎么面对成长中的子女 更不知道怎么面对会才 会才一直奇怪 吕不是一个恶男人 生理也正常 但是却冷漠的无法忍受 然而这种冷漠 又是那种命运之下 合情合理的结果 就像我们那儿有一句俗话 你想明白他是怎么回事 那你就去他家里过两天试试 按我的个人观察 在这种遭遇下 男性被改变 被异化的程度 会显得尤其的剧烈和不可逆 多么希望未来的人 能够不再悲哀地说 我本芬芳 而是骄傲地宣布 我如此芬芳